我们除了笔尖跟劫财 没有单独抓出来说 其实每一个我们也是大概说了范范的 没有一节课专门说一个 最前面的课呢 还有一两个课整个旅顺国的 大家可以去翻译 这个笔尖呢 就是肩并天 兄弟 也可为一节进来 就是说没有亲兄弟 生死亲兄弟这种 也可以当作比肩看 或者志同道合 也不分同性异性的这种 当然我们知道这种男女 就很难了 小孩子可以 老人也可以 唯独成年人很难做到 那么笔尖呢 就是你身弱的时候就帮你 但是天上往往偷出来两个 八字嘛 天干所偷的 偷出来两个的往往 各局就要拉下来 不管是疾异是凶 就要往下平均一下 那凶的当然好 你稍微往下拽一拽 就像两个人同时考试 那么总有一个重的 一个不重的 一个高的 一个低的 那这就应了他的不好 如果是一个凶事就有人帮你扛一下 那就 也 各打五十大碗 一人一半 还有呢 这个劫财 说了也叫败财 怎么又这么不好 那前面说那个凶神 我们把劫财归入了四大凶神 因为跟财外院相对的嘛 尤其这个年代 这个偏财啊 你真的要好好注意 真的你人需要那么多吗 非要去搞 这个劫财 为什么说不好呢 因为 他克 其他的十神当中的 与我异性 就比如说 贾 克 吉 吉祖是我正财 是我 理所应当 努力 辛劳奋斗而来的财 乃至于妻子 那么被 以 所克 对于以来说 他就是他的 偏财 那偏财就会 是为公财 好像 谁都可以 拿 当然不是 都有一个相对的 本来是跟我合的 那他就看着 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 那自然就 忽视他 难道不好 但你身弱的时候 可能你 你弄不动 让人家 这个 帮忙 一起去 介绍对象 或者是怎么样 帮助你 辅助你 张义内 其他的 师臣 也是如此 那比如说 跟 克甲 为七杀 不好 凶多吉少 但是跟克 以 他就是 有情之客 所以凡是跟 凶 有情的 都是凶 一道 你换其他 也是一样 比如说 丁 丁火 我生 伤官 那凶 那么 乙 生他 就是 师神 就急了 那他们 又是一道 同样道理 这个师神 也是 丁火 克 更金 为师神 之杀 那么如果 丁火 克 更金 就没那么凶了 那就可能 他克当中 又有 情义 他们又是一道 也就是这样 政务 才反对 这个师神 先这么说 下节课 我们在搞一些其他的命理 结合人生 更通俗 以懂 更不要 让不懂的人 能够刚好接受他 让所谓懂的人 能够跳出来 不是整天纠结到那八个字里 搞不出来